前面这一篇讲的无形不能为己之使命 讲的行人我无形 行人我无形的话 有人进一步把它发挥 就叫其正之极致 为什么叫其正之极致呢 人一曝光以后一透明以后 他是正 还没有曝光还藏着别人还不知道叫其 还记不记得上的时候我们讲其发而为正 发出来的话别人知道的话就一点都不稀奇了 那叫正 那还没有发出来藏在后面别人还不知道 即使只藏着一个托语片的机器 一个小小的这样的幻灯机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一拿出来啊说破了 不是一毛钱 这叫正所以呢 一被人家曝露出来的话就是正 不知道之前那个叫什么 其 所以其正的极致的一种绝对的对比呢 再也没有胜过这个两个东西的对照 所以行人我无形 这是绝对的资讯不对称 然后进一步呢 由于你能够 能够 行人我无形 会形成我专的敌分 就可以让敌人能够分兵 可以让敌人分兵 除了刚刚所讲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方法就是 想办法用离间计让敌人分 对不对还记得第一篇所讲的轻而离之 对方是一群人对不对 很会用那个离间方法的话 对方就可以分散了 所以很大的王国其实经常他的败王 都是从内部败王起来的 所以你不需要从外部去攻党他 反而你派一个什么样的间谍在里头呢 分化 搞得让彼此之间的民间 很容易那个城堡就从内部就毁坏起 这叫轻而离之 只有四个事 非常厉害 应用起来 你看 奥妙无比 很多人很会用 但是很容易把一个家庭搞得破碎 把一家公司 把一个团队 搞得彼此之间斗得彼此不可开战 他只要花一个小小的力量 就可以让一个对手不公而自过 轻而离之 你说这个离之 这个都是掌握天底之下的一种 胜负的 奥秘的人 玩得出来的东西 叫轻而离之 所以让敌人能够分的方法 除了刚刚所讲的 轻而我无形之外 那就是 轻而离之 所以谁能够让对方的力量变小 方法你看 至少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孙宏斌就把这样说 他说 什么才是真正善战的 能够分人之兵的人 有没有办法让对方的力量变小 这样的人真正会打伤的 好 那进一步再讲 他说 战地在哪里不能够说 所以他的本文呢 说 无所以战是力不可得 不可得 则敌所贝者多 无所以战者寡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所讲的概念 我在哪边打 我在哪边防守 对手不能够知道 对手不能够知道 他为了要防守我的话 他一定每个地方都要布置兵队 所以他力量就分散了 他的力量就分了 我就达到分兵的目的了 所以说 敌人所贝者多 所以我呢 跟对方所战的 对方跟我交战的兵队就变少了 每个地方都会形成绝对的优势 因此呢 如果他准备前面 他的后面就变少了 因为这处处都要准备 他如果把兵队摆到后面 他的前面就变少了 因为力量有限嘛 不管你兵队有多少 你放前面后面就少 放后面前面就少 你放左 右面就少 放右边 左边就少 所以你没有地方不能够 没有一个地方不准备 无所不备 没有地方不准备 因此每个地方都准备 每个地方都准备 就每个地方都没有准备好 这力量被分了 所以同学要记得哦 每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 个人的资源是什么 身体健康 时间的御用 人呢最主要的一个资源就是 身体健康 24小时怎么配配的 你是白天睡觉 白天呢眼睛都没有精神 上课都在哪喝睡 上课没有听到 你应该学的东西 然后回去呢拼命熬夜 所以长期日夜颠倒 身体搞坏了 埋下日后经常跑医院的病症 对不对 年纪轻轻 即常与医生打交道 后悔不及 年纪轻轻的就 就很多的毛病 是吧 所以你要记得哦 资源是有限的 怎么样去配配你的资源 你的时间跟你的身体健康 所以为什么经常讲 我们现在年轻人啊 要养成啊 正常作息的习惯 这是我们台湾年轻人 现在很大的一个 一个 堪忧之处 那 由于你的资源不好好准备 所以你将来啊 会被你的力量分散 那寡者呢 对人则也 所以对方为什么会变寡呢 你的力量为什么变少呢 因为你处处都要防备 处处防备的意思就是 你为什么不能够把你力量集中呢 谁才能够把力量集中 就是那个无形的 知道吗 行而我无形者 他才能够把力量集中 好 他说夸者被人则也 重者呢 使人被己则也 我为什么会变成我是 比较多数 对方变少数 因为 不是他本来就少数 也不是我本来就多数 而是因为我懂得 行而我无形的这样的 智慧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智慧 让敌人的力量分散 而我的力量却能够集中 因此我每一次跟对方接触的时候 我都是有数 我都是多数 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个概念是在哪里 就是前面这句话 我在哪边打 不可以知道 无罪战事力不可 不可这个之一 敌所对的说 不可以让敌人知道 我要打哪里 这是虚实片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诺曼蒂登陆之前 他一定要抓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加莱 我们有同学到加莱 那个地方 也去加莱大学去交换 回来以后想加莱 那就是当年跟诺曼蒂两个地方互为衬托 蒙军要反攻欧陆的时候 从法国那地方 那个大西洋的那个岸边那边 找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诺曼蒂 一个地方是加莱 他最后从诺曼蒂登陆上去 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呢 为了要让敌军不知道他从诺曼蒂登陆 他一直都是把很多的 侦查机啊 很多那些飞机啊 都在加莱那边飞来飞去 就让敌军误以为 那盟军是要从加莱的地方 打完去 而事实上呢 他真正打的地方是 蒂登陆 蒂登陆 就在欺敌 那这个地方在告诉你 就是要如何把德军 把他的兵力 把他分散掉 所以关键在讲这句话 无所与战志力不可知 波罗洛让对手知道 我要在哪边打 知道吗 何时打也不能讲 所以你看在下一段 故知战是地 知战是日 则可千里而回的 不知战地 不知战日 则左不能救 右右不能救 左前不能救后 后不能救前 而况远者数十里 近者数以乎 最大文字啊 通通的讲说呢 战地在哪里 不可以知 什么时候开打 不可以知 一个是空间 一个人的时间 空间的时间 一点都不让 一点都不让 对方知道 谁才能做到这样的地图 是吧 无形 甚至要做假动作 棋底 如果你一旦知道 在哪个地方 何时的话 你就可以千里之远 你都可以前往复决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 其实全世界那么大 全球那么大 其实真正的关键 你一定要掌握的什么 掌握时间跟地点 哪个地方要开打 哪个地方打世界杯 哪个地方 何时开打 我们所知道 就只要知道这两个东西 你立刻就可以到那边 现场去转 转播 可以到那边可以决戴 一切就是知道这两个就好 所以只要你知道 何时跟何地的话 你基本上呢 就可以千里而复冤 可是如果不知道 不知道战地 不知道战日的话 你完完全全都被动 被动的结果会变成 你的左翼不能救右翼 右翼不能救左翼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人家何时 在哪里 哪里对不对 这样一来的话 请问你要怎么救 你要救左边吗 人家真的打左边吗 你要救右边吗 人家真的打右边吗 所以你处处草木皆兵 当一个人呢 感觉到你的时间不够用 感觉到你所修的课 感觉到你所参与的任何事物 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你要赶快放下 你赶快把东西重新 全部都不要理他 全部都重新整理个次序 因为你已经开始乱掉了 什么叫乱掉 乱掉就是 钱不能救后 后不能救钱 左不能救右 又不能救左 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力量是分散的 知道吗 乱掉 我们很多时候 身体搞坏了 或是事情做不好 人家就是因为 做的东西太多了 做的太多的话 你力量全部都散掉了 那力量散掉就不其中 不其中 你越有一件事情做得好 你每一件事情都做 你越有一件事情做得好 你知道吗 所以就要选择站场 选择战地 选择时间 所以时间跟地点都要去选择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孙子说 以我的看法来看的话 越国人 因为他孙子那时候 是身处在吴国 他帮河鲁打仗 那越国跟吴国 历史以来 通通都是 世仇 所以越国之人 虽然多 但是又有 什么可怕的地方 他们就 人多就一定 可以保证打身杖 所以说 圣地 是可以 去谋划他的 敌人 虽然众多 我们可以想办法 让他们人多 没有办法派得上用场 让他们优势无法发挥 所以呢 越国虽然人多 但是呢 我们无国啊 人少 可是我们有智慧 可以透过上面 知战之地 知战之日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不可以让越国 知道在哪边打 何时在哪边打的话 人 对方虽然人多 但是我一样可以让他人多的优势 无法报 所以 你知道 时间跟地点 是如此的重要 那这边呢 这段文字 也是在衬托出了 前面所讲的 所战是地 不可知 然后呢 是在衬托什么 行人我无行 所以从行人我无行 走我专而敌分 这句话呢 就可以分出来 到这边 进一步去承说 说战地 不可以知道 而且呢 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可以有多么大的优势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有多么大的劣势 所以说穿的 所有这些文字呢 都是在强调什么 都是前来一开始的 智人而不智人 这句话是千古名言啊 智人不智于人 不智于人 他的无以道啊 你今天用白话文啊 无法解释 你用白话文 你说什么叫智人不智于人 你说的 又来一道 蚂蚁上述 你说的看 蚂蚁上述怎么做的 你炒 你炒出来 这样蚂蚁上述 嗯 不错 味道可以到位呢 每一家都做蚂蚁上述 每一个人都说一次 什么叫智人不智于人 智人不智于人 你翻译白话怎么说 智人而不智于人 怎么说 多多看 我上礼拜跟各位讲 智人而不智于人 这一块是千古的名言 这是很重要的理由 是吧 让敌人听你的 哦不要让你 受制于敌人 这味道不对 让敌人听你的 哦不要让你听敌人 这样好像有 有点绕神 最好的味道 还是正宗的味道 正宗的味道 正宗的味道就是 孙子这一家的味道啦 孙子小吃 叫什么 智人而不智于人 就这样 你说怎么翻译 你翻译看看 白话文 很不耐人 能到位 由于智人不智于人 这一块是多么的重要 简单来讲 就是主动权之生 想办法 能够对 对手发号施令 而不要 让你成为 被对手 发号施令的人 简单的概念 是这样的 可是要做到这个 要怎么做呢 对吧 做到这个怎么做 做到这个是 用利和害 然后呢 懂虚实的概念 然后最根本的地方在于 行人而我无行 所以才能为敌之施命 行人而我无行 有什么好处 我专得顶分 行人而我无行的话呢 具体的用处就是 战地和战时 战日 这两个东西 通通不可知 不可知的话 只有绝对的优势 一可知的话 让对手知道的话 那你完全处在被动 所以整个军队 就互相前后主要 不能互相支离 所以说到这边 根本的关键 就在于 行人而我无行 行人而我无行的话 就可以治人而不治人 所以掌握虚实 所以这一整篇的文字 就是谈虚实 这分 那最后呢 有个具体的操作的四个步骤 就是操作性的概念 就是你想要探听敌人的虚实 你这边给你四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测之 第二个方法叫做之 第三个方法叫行之 第四个方法叫脚之 那这个文字很漂亮 但是呢 简单我们用白话文来说的话 测之就是你要研究问题的得失 出计测之得失 他说呢 如果你能够先简单的研究问题的得失 然后你一定初步计划 这样就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得失之处 在什么地方 可是这还不是胜负哦 还不是最后 你有了测试以后还要做什么 还要初步去运作 初步运作才能够了解进退和动静 何时做 然后呢进退 力道到哪个地方 所以测之而知得失之计 坐之而知动静之力 行之呢 行之是什么 配置 检测 探之何处是兵家死生之力 你知道每一个产业呢 它的所谓的key success factor 就是关键成功要素是什么 对吧 每一个产业关键成功要素不一样 所以你要做一段时间才知道 哦这个行业的死生啊 你决胜关键是什么 然后呢还要最后还要怎么样 接触一下试探一下对方 才要知道说我经过测之 坐之行之脚之以后 我哪个地方比较强哪个地方比较弱 所以这四这四句话 变得是非常重要的 做事情的基本方针 做任何事情以后 从无到有你要去创新 你就想我应该先做什么 应该先测之 然后再来什么做之 再来做什么行之 再来做什么脚之 好 所以测之就是先提出 基本的做法 先有一个基本的计划 但是你想要提出基本计划 你如果事前没有经验没有耗 对这个问题做一些研究的话 你提不出来 可是你提出来并不在乎结束了 提出来以后 还需要去做做看 做做看 啊 做了以后还要去 再让他 跟对手 布局 看一看 以此之间 有哪个地方不足 然后最后去碰上看看 所以这四句话 测之而知 得失之计 做之而知 动静之地 行之而知 死生之地 矫之而知 勇于不足之处 这四句话呢 不只在步骤非常的具体 而且呢 文字非常美 是吧 所以 进一步来讲 测之就是先有初步对策 再以形式探知 对策得失 了解形式 看怎么样 来看看我们的对策 到底哪边好哪边不好 你昨晚没有做过考压 你有一天去参观考压店 人家把一切的秘诀中 给你公布 人家不怕你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学过来 考验很简单啊 每个人都会做啊 学了也学 这就是不到位啊 所以你永远还是卖不好啊 对不对 看到没 所以你要去学 一定要先怎么样 你要去学人家 你去参观某个工厂 你把谁当做标杆 学习对象的话 我跟你讲 这是不够的 你要选谁当标杆 你应该先怎么样 先怎么样 告诉我啊 你应该先怎么样 成为她一份子啊 成为她一份子啊 要先把对方姑娘先选家 成为对方一份子 先当人家的女婿 是不是 就这样而已啊 还没有别招 现在很多 很多我们说 你谁做标杆 然后东选西选 你怎么能选这个标杆很适合你 你怎么知道 你要选谁当学习标杆 因为以前王永静他就常常讲 他说我们每一次去参观人家的工厂的时候 如果你先没有做过 没有知道这件事情的得失在哪里的话 这件事情的没得在哪里的话 你去参观啊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同样的道理 像我们学校如果要选哪一个学校 我们现在要选哪一个学校 当做标杆学校 我们最后选哪一个学校 中丹大学标杆学校是谁 加州大学哪一所 Santiago 没有错 Santiago UC Santiago 我们选了以后 就觉得很高兴 可是你觉得Santiago 适不适合我们呢 有谁去探讨一下 我们选他当标杆 还是应该选哪一个学校当标杆 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来决定 谁当我们标杆的标杆去 所以这就跟啊 Toyota为什么他不怕你们学 他把Toyota里头的哲学 什么东西都开放给你 美国的三大厂知道 可是你 你学了20年 你还是永远学不会 他不怕你学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关键站哪里 关键站哪里 为什么你没有做过烤鸭 你去参观烤鸭店 看全聚德 你还是做不出全聚德的考量 你知道为什么吗 所以不怕你学 你学不来 有些东西可以学得来 有些东西学不来 你知道人类如果停一个世代不做核子弹的话 可能一百年以后 人们会真的会失去制造核子弹的能力 因为里头有很多美感 很多的诀窍 有很多的内影知识 不是开conference看配合可以看得出来的 里头有很多的美感 那种美感叫什么 叫内影知识 所以如果你没有真正亲自动手去做过 亲自提出一个对策 亲自去了解你自己的状况之前 你去做学习 你去看人家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这在讲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谁给我一句话 这在讲什么概念 这在讲什么概念 选女婿之前 选女婿之前 你知道哪一个女婿最适合你家女儿吗 应该先看什么 才决定要选哪一个人当女婿 好啦 先看新的女婿 才能知道哪一个最适合当你的女婿 这样懂了没有 所以简单的讲这在讲什么 看别人之前要先看谁 没看自己 请问你了解你自己吗 你了解自己了解多少吗 你如果还没有了解自己之前 你去看别人的话 你看不到 你看不出什么人 了解自己比较困难 还是了解对手比较困难 了解自己反而都是比较困难 你知道吗 你了解我们自己最缺什么东西吗 知道吗 所以你选哪一个 选哪一个当标杆 你对自己真正够了解吗 你选的标杆对吗 对手就变成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 要向外看之前 应该要先向内看 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要向外看之前先向内看 有没有呼应 向外看之前先向内看 所以开会的时候 应该先令每个人 平常 平日的事件 中心思想 创意思考 提出对手在 事件最新的讯息 检释对手的得失 请问这句话 是在讲什么概念 先向内看 再向外看 你知道我们一般都怎么样开会 我们一般开会都怎么开会 先看事态 外面的世界发展到什么 然后再来拟定对手 都缺少一个什么东西 缺少一个先看看自己 我们自己多少资源 多少火候 多少兵力 多少人员 多少专利 多少能力 都缺少这一步 就直接先跳过去看外部 这样去看到的外部 残缺不浅了 所以以后要看外面之前 先看看我们自己 与会的人 想再说各位 你们 大概一共同来拟定一个对策 应该先让各位先发表看法 先了解一下 你们现在每一个人 自己内在的看法是什么 然后再来看 外面的形式 有哪些变动 对手是怎么样的情形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这样讲对不对 先向内看再向外看 先看看自己的女儿长得什么样子 什么样的女婿最适合她 再来调女婿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还是直接就看 哦 这个女婿 是国泰的 国泰的少东 是吧 王永庆的孙子 都是直接向外看了 看到没有 就看到哪一个姓王的 哪一个姓蔡的 哦 然后就调了 调了以后 一年以后就离国了 不道理 不用道理 是不是 这就是只向外看 不向内看 所以我们如果要选一个好的女婿的话 应该怎么样 应该先向内看 然后再向外看 你说是不是应该这样 所以以后开会 去讨论某一件事情的对策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 你同意吗 有看法没有 快 动点脑筋 你们开会是不是都这样开了 通通不看自己 不看你自己 你的力量有几斤 你可以扛多少斤 直接看 我们应该开一千斤 扛一千斤 工资可以获多少力 懂吗 扛五百斤可以获多少力 我们应该向哪边走 通通都是看哪边 通通都是向外看 那如果你先衡量我们自己 我们有多少时间 多少兵力 多少资金 多少人员 多少时间 我们现阶段是怎么样子 然后再向外看 这两种看法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说说看 看法怎么样 有没有不一样 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好 有没有这样做 有没有这个必要 怎么都不讲话 我讲不清楚 没差 是不是没差 感觉这样子会不知道怎么开会 因为我们大家都习惯于直接向外看 所以彼得杜拉克主张这个看法 我跟你讲彼得杜拉克主张 要做决策之前 先不要看资讯 先请所有与会的 你会被请来开会 一定是你本身 这方面重要的专家 对这方面是不是已经有先前的经验 是不是 你才会被请来开会 所以开会之前 先怎么样 先听与会的人每一个人的看法 你对这些看法怎么样 而不是先让你看资讯 你们觉得呢 为什么要了解内部的差异 为什么要先了解与会者不同的看法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看谁再补充一下 讲得不错 还有没有 梦见人说什么 你们开会 你们社团开会是什么开会 你们社团开会上面每一个人都先看 现在情形发的怎么样 就开始讨论 讨论下去结果变成什么样 变成各说各话 只差没打架 那请问谁对谁错 就失去一个准则了 往往留意没有结论 而且不知道对或错 对不对 是不是最后都是这样结果了 然后最后都是老师出来 社团老师出来 请哪个老师来当假 老师就卖动一下 两边都很认真 我知道年底加薪都有份 打个约材 但是事会上来也还是没有一个准备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改一下 让每个人都先讲 你自己对这件事你自己根深蒂固 你到目前为止这件事还没有开始摄入之前 你对于这种事情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可以从你一开始对这件事的发言 可以去很清楚的断定你对这件事的认知 你的火候 你的经验 你的专业技能 你的能力基本上都可以从你没有经过任何的准备之下 所提出的初步看法都可以了解到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火候人 这就很像我想听你还是学人家做鸭子的话 你一定要先做一下 有没有 要不要先做一下 做一下干嘛 做一下干嘛 干嘛先做 做一下才知道说我为什么鸭子老师都做的不好吃吗 我哪个地方没有学会 你才知道要去学哪一个嘛 是不是这样的 你都不先做 你直接去看人家鸭子 你只能吃而已 你永远学不到位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今天让你开会 先发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还是你就直接把资料 把这件事情的进展进行全部都给你知道 请问哪一个方法比较好 表达一下你们的看法 差别在哪里 你们有做事情的经验的人 这是你发挥你战力的时候 哪一个比较好 跑在哪里 你们公司开会是不是都是直接就直接向外看 都不掂量自己 我有多少时间 我们的每一个人力资源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有多少个硕士 多少博士 我们的人有几个小时 我们的员工的士气高低 对不对 你给的薪水高不高 员工的心理状态是拖死狗 还是意志非常高 因为帮老板打仗 你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什么样的战力 你敢去承接这么大的计划 你敢去承接巨蛋 你懂吗 为什么你敢去承接巨蛋 因为你是赵同学吗 你敢嘛 他已经定量过了 能不能先定量到自己 所以你才能够提出看法出来不是吗 我们是不是一般都skip过去的这一步骤了 所以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准则 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所以到时候都各吵各话了 为什么要让每个人 屏障的平日的见识 中心的思想 创意的思考 还有很多他的人格特质 他的一些专长 他的学识 以及他的经验 通通都是累积在这个人 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人来 因为他有专长 他需要专心 他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来请他来开会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先秀一下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料子 你懂吗 然后顺便检视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有多少的能力 然后每个人先对这些提出看法 提出对策以后 然后再来拿最新的事件发展的这个形式 来跟我们提出的对策来相对照 所以这些事情是先有内部 先有与会者的概念以后 再来看外面 如果你省略了这一步 直接就把事情最新的讯息来告诉你 然后开始提出对策的话 这是跳过内部检视的这一步 先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先不知道我们这支球队是什么样的球队 先不去探讨我们这公司有多大的火候跟能耐 先不了解我们自己的长短处 直接就是看外面 有什么差别没有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的 讲那个例子吗 要选女婿之前 要不要先看看自己的女儿的个性 有没有 这个对不对 你们这样长大选女婿是不是应该这样选 还是你们都要选媳妇 选媳妇难道不应该这样选吗 对不对 因为媳妇应该这样选 还是你们将来都不当女婿也不当媳妇 这么不用说要当妈妈 以后母亲姐代会会变成历史的名次 没有人愿意当妈妈 当太太都不太愿意了 要当妈妈 所以没有妈妈当然就没有先生 就没有爸爸 对不对 那请问这有什么好处 先看内 再看外面 有什么好处 要不要去应征一家公司的工作 要不要先掂量一下自己 自己适合做哪一个行业 要不要先认识自己 再来选定行业 所以了解敌人之前 了解对手之前 要不要先了解自己 知己知彼啊 才能够百战不歹 百战不歹不是说百战百战 百战不歹就是说 打一百场战争 他永远有用之不穷 这个用之不尽的一些方法 他永远很多的idea可以出来 永远无穷无尽的方法 他不难为达 因为什么 只因为了解自己也了解对手 所以对手用什么方针 用什么方法他立刻有对策 百战不歹 不会 不会有穷劲 用之不穷 劫之不尽 知道吗 所以开会之前 要做成决策之前 要不要先认识我们这群与会的人 而且每个人先提出来 你对这种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在还没提出对策之前 他的看法是没有受污染的 他是最纯正的 他的心 就是做决策的那颗心 他今天看了外界的形式以后 他对这件事情 已经受到了某种干扰和污染 而且做决策是什么样的人在做的 各位同学 请问人是不是先有的 先有结论以后 然后才找理由 还是找到理由后 再来做结论 告诉我到底是哪一种 人是先有结论再来找理由 还是有了理由以后再来做结论呢 人是什么样的人 人是先有理由再做结论 还是先有结论再找理由 你觉得人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人都很不科学 你看啊 搞到半天我们都不是理性的 都不是科学的 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是先有结论 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是先有结论 然后再来找 哦 这件事我的看法是这样 其实你早已经有结论了 然后只要有人挑战你 你的声音就越越大 有没有 有没有 就开始事实去找资料 来充实你的立场跟你的结论 人都是不都是这样的吗 谁真的那么科学了啊 我先看清楚资料 我最后再来决定 我到底要选A还是选B 你说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人 做决策者就是这些人 所以要不要先看看 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 让每一个人先发表看法 Peter Trafford就是这样主张 做决策的时候 是这样做 所以 为什么要先测之而知得胜之近 先向内看再向外看 所以这句话的 这个概念的基本看法就是 先向内看再向外看 各位同学 你站在哪里 所以你看到的角度是什么 你今天站在六楼 你看到的角度 是看到这个角度 你今天站在十楼 你看到的角度 就是这样的角度 对不对 你今天看在一楼 你看到的角度是这样的 是还不是 所以决定你看到什么 是什么 什么决定了你所看到的 什么东西决定了你所视 你所见的 什么东西 你站的位置 你是什么样的眼睛 你是什么样的眼光 你是什么样的经验 你是什么样的心胸 你是什么样的为人 你是什么样的目的 你是什么样的人生观 你是什么样的宇宙观 决定了同样一件事情 看到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不要先问一下 在场 发表一线的决策者 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你们对这种事情的 基本态度是什么 要不要先看一下 你通通通都不问 然后就直接让他们去发表看法的话 其实他们早已经无形当中 把很多他们的意识形态 再去融入到他们看法以后去 乱掉了 没有办法定出他的实际 这很重要哦 有没有要补充啊 如果这样来做决策的话 会不会比较累 如果这样做决策 是不是比较正确 比较容易达成结论 比较容易自我检视 有什么好处了 我刚刚也是不断给你们暗示了 我跟你讲的说 选女婿要不先看人女儿是谁 所以谁适合她 你站在哪一个角度 你站在一楼 你站在二楼 你站在三楼 你对同样一个景象 你会看到不同样的结果出来 对不对 同样一件事 交给十个不同的人去做的话 是不是做出十种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会不会 所以我们去讨论 那十种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还是说是不是太快了 我们应该先去看一看 眼前来做这件事情的十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一直在讲 向外看之前 先向内看 先看看自己 站在哪个地方 先看看自己的立场 先看看自己的条件 再来决定 对外面的事情的看法 有没有谁要补装 猫脱豆腐 开始做 每个人讲你的看法 你看看 你看看你讲到的是什么样的味道 这就是你对对自己的立场 所以我们 是不是一般都skip掉 看看自己的这个步骤 直接就是看我要什么样 我要什么 都忘记了去探讨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是吧 谢谢彩彩 好 很精彩 那是不是这样子 那 那请问一下 做选男朋友这个决策要这样看 那请问你做很重要的其他的决策 你是不是也应该有同样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先看一下我们理会者 做决策的人 先发表你的一种很本怀的 没有经过资讯污染之前的 你的本然的 对这一类事情的基本的态度 跟你的能力 提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 你用你的这样的条件 你要怎么去对策 是 没错 你看看你自己的条件 你的position在哪里 来决定你的策略 所以 先看组织 看结构 再看策略 你的策略是由你的组织 你的结构来决定你的策略 还是反过来 我们先看策略 对外看 再来调整我们的组织 这两种方法都有不一样的优缺点 都有不一样的人在使用 应该合者为上 合者为上 前者是不分青红照来 就拟定一个 Apple在用的策略 Apple用的策略 我很好 我就把它学过来 可是那是谁在用 Apple在用 那适合你吗 不见得适合 这样懂的意思吗 OK 还有没有别的 很好 我们同学开始 所以你看 以后在开会做决定之前 做任何决策之前 不要急的先看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做 先急的看看 我们在座各位每个人 对这种类型的问题 以及你基本的态度 先认识一下我们这里 他的根本目的是自我认识 所以要决策一件事情 之前要向外看之前 记得要先向内看 我们要上到九点半对不对 所以才决定我还要讲什么 我还有多少时间讲出 决定我要讲 你懂吗 我们不懂是这样的吗 我们不懂是这样的吗 这样才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 所以下回要看外面之前 要选Paner之前 先看看自己 其实这五关点 其实也是你们学策略的人 都应该有共同观点 你记不记得RBV是怎么来看 什么是资源基础的 都要听一看 不懂是吗 RBV就是这样子 Resource based 先看看自己 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公司 你有什么样的传统 有什么独特性 再来决定 你要进入哪一个市场 决定你的策略 所以这个观点 事实上是 非常通俗显而易见的 就是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要先取决于我们在哪个地方 就这么简单 你要选女婿之前 先决定 先看看 先认识你的女儿 要决定你要选什么样的女婿 应该这样看 OK 所以这里给你们一个启示 就是你要先对自己有认识 然后测试以后要坐姿 要记得喔 先初步测试一下对方的反应 所以测试以后要坐姿 坐姿是什么意思 先探视一下 先试一下看看 看初步反应是怎么样 这样才知道 关键处的人事物是什么 所以经常你看我们 我们台湾的媒体 你会经常会放一下风吹来 放一下气球 这都是四肢的意思 就先测一下 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决策 要做一些测试 测一下看看 这样才知道 哪边是进退 哪边是这个动静 所以这个很像 很像打草探舌一下 测试看看 测一下对方 用酒灌之啦 用利益 幼之 用打麻将测试对方 有很多地方 很多的方法 坐姿而知 动静之力 这个时候还不是 做最后决策的时候 还要什么 还要行之 行之就是做个假动作 做个假动作 让对手的原型浮入出来 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日俄战争之前 有两个日本武官 就假装登上俄国的舰体去拜访 那他们是日本的海军武官 手带的是白手套 然后上去拜访以后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 在那个苏伊士运河战争那边的时候 在1950年代左右的时候 英法空降呢 英法要去打 去防守 那个苏伊士运河的时候 他的空降假人和假士兵 那从飞机上面降下来 到底是真人假人 没人看得清楚啊 那守备的兵 那个炮不断地打 打到哪儿以后 才发觉 啊 原来那是假的人 结果被英法骗取了什么东西 骗取了你的战处 你的炮管到底埋藏在什么地方 所以行之而至此生之必啊 做个假动作 所以撤之 坐之 行之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搅之 搅之就是什么 跟对方起一个小小的冲突 故意碰撞一下对方 啊 然后看看对方怎么怀疑 那看看对方的力道强不强 所以每一次啊 我们跟敌手 你看那个拳击手 或是那些 一些那个打斗 啊 在这个什么拳击比赛的时候 不是一场都是 碰一下碰一下 第一回合的时候都是什么 我告诉你 第一回合都是 是在 搅之而至有余不足之处 啊 先测试一下 看呢 敌我之间呢 呃 的一个优劣 看敌我之间 我哪边比较强 对方哪边比较强 所以这四句话 做 撤之而至 得失之计 作之而至动静之力 行之而至死生之力 矫之而至有余不足之处 这四句话 就构成了探索敌人虚实的四个基本的步骤 撤之是用脑筋 对吧 做之是先初步 撤之一下 行之 进一步做个假动作 啊 最后呢 脚之实际去接触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解对方的虚实 因此呢 行兵之极啊 至于无形 行兵最最终的 Ultimate的一个Purpose就是什么 就是要让自己无形 无形的话呢 则身兼 兼是间谍的兼 非常深刻的 埋藏在阵营里头 非常深刻的间谍情报人员的话 也没有办法真正窥探出我们真正的实力 火候在哪里 即使是一个非常高的致谋者 他也没有办法呢 去谋取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果出来 为什么 无形 你知道吗 无形 无形是什么 微乎 微乎 至于无生 生物 生物 至于无形 无能为敌的私命 因行而错生于众 众不能知啊 因为外在的行 而错生于众 这个错不是错误的这个错 而是提守旁的这个错 五十六的这两个错是同一个字 因为外形 因为对方的行 而举措一些可以胜过于众人的一种策略 或是一种战法 对方是不知道的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他是怎么赢的 所以人们皆知啊 我所以胜的方法 可是却不知道 我是用这种方法胜过他的 背后的到底是什么 你只知道外在我是怎么打过他 我是用右勾拳打过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出右勾拳 你知道吗 我决定用右勾拳 是因为我知道 经过很多的测试以后 我知道他的左边是最弱 所以我用右手打 如果他的左边很强的时候 我才会用右勾拳 我用左勾拳 懂吗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形而错勝于众 举措的错 我胜过对方 或是胜过一般的人 一般人呢 是不能知道的 一般人不知道什么 因为一般人所知道的 只是我胜过他 所用的右勾拳 可是却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用右勾拳来打败他 为什么不出左勾拳 不出直拳 因此呢 由于这样的道理 有关系 所以 战过 战胜敌人的方法 从来不重复 战胜不复 而硬行无穷 不重复 所以我的招数不老 知道吗 招数不老 为什么能不能招数不老 永远有新招 为什么会永远有新招 为什么会永远有新招 你告诉我 很有创造力 很有创造力 只是个外形 我告诉你 根本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永远有新招 为什么这个人永远有花招 为什么这个人永远有很多新的方法 成熟不穷 为什么 给个说法 并无定型 是啊 无定型 为什么无定型 然后为什么老师都有新的方法出来 针对对手的虚实去特别 OK 没有讲到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是什么 OK 还有没有 要彻底一点的说 很简单 行政 你骑着 你骑着 因为他懂骑着 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没有 这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他有层出不穷的方法 为什么让老师有新的点子 我告诉你很简单 因为你太了解对手 你也很了解你自己 四个字很高 所以百战 不担 这是回到那个地方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从左边有人出去 我知道 你直奔哪边 直奔赌国的地方 太了解 你从左边出去就是直奔赌场嘛 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我太了解你了 你今天出什么招 我这个完全了解 你到底要玩下一招是什么招 所以永远有层出不穷的想法出来 因为我很了解你 而且我也了解我自己 所以孙子兵法的 非常核心关键的字眼 那个概念叫什么 知己知彼百战不来 你知道知己知彼 是这一切孙子兵法的核心要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像你那写报告 我看有些人写 我现在改了一半 下个拜可以还给你 有些同学写得不错 而有些同学写的什么 最喜欢的字句是什么 不站在缺人这边 最后很漂亮 可是你知道 为什么你能够不站在缺人这边吗 你只要不断地问为什么 就往往可以追本溯源 找到最根本的诚意 为什么你可以不站在缺人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 不用打 你就可以赢对方 为什么 为什么 啊 你很了解对方 你很了解对方 对不对 然后呢 了解对方而已啊 你知道最关键就是这四个字 所以为什么传诸千古 就是这四个字 知景知彼百生不大 看各位同学哪一天开始能够让这四个字 真正深入到你的心里头 让它养成你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里头 你做任何事一立先怎么样 一立先怎么样 做任何事一立先怎么样 向内看就是知己不是吗 然后再向外看叫什么 就是知彼 不就是同样的概念吗 看到没 先向内看 先了解自己 再向外看 了解对手 了解外在的形式 知己知彼 所以百战不呆 永远有城市不穷的战法 跟创新来电 所以这些概念通通都是一气合成的 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 颠倒来颠倒去 说出来的其实就是那核心的概念 知己知彼百分百 何时让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 所以你就要了解 为什么李嘉诚说 他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研究什么 诶什么意思也研究失败 每个人都想要成功啊 所以每个人都向外看啊 可是他今天为了要成功 他进一步先研究什么 研究我李嘉诚这个人 我这家公司 我在什么情况之下 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很容易失败 这就是知彼知己的功夫哦 所以先知己 再知彼 所以拟定成功 不容易失败的社会 一切都准备好 这才是正宗的孙子兵法 所以大小生没有用 摆出什么正式 那不见得是孙子兵法 真正的孙子兵法 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 真正的实在的功夫之下 好 好 好 我们 因为世界的关系 就先来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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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